特别来跟大家说明说 在开学院后我们会怎么做 所以我接下来请教育部长 判文忠 跟大家做一点介绍 指挥官还有我们 各位媒体朋友 那真如刚才 指挥官特别提到 整个疫情的发展 那尤其是 目前学校也即将要进入 开学的这个准备 那因此呢 在整个指挥中心的讨论 跟决定之后 那么对于 这个整个在 会高中以下学校 延后开学 想就有几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是 就会延长寒假 来缩短暑假 那么寒假 会从原来的 2月11号开学日 那延后到两周 也就是2月25 为开学日 那让暑假 来做缩短 原来暑假是 7月1号开始放假 那么就从 7月15 来开始放假 我想这整个 假期的处理 是以平行 挪移 就是让整个寒假 来延长 那么暑假 来缩短 那这样的一个 也不会影响到 学生的上课的 上课日 也不会影响到 学生的受教权益 我想整体上 做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调整改变 来做 这个整个 调整的一个做法 那第二个 在这样的一个 课程的调整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 家长也会关切的 会是 在这个期间 那么会有 国中的会考 也有 这个 技砖的统测 跟大学的思考 那么这部分 经过 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们也详细的 去做了评估 那么 原则上 各个考期 这些重要的 入学考试的 日程 不会 感谢观看